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虽然想着一天不做视频 浑身难受却在床上躺了两天的九条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相近 上回说到寻找桑勒的神秘角色 通过路人玩家得到了新的线索 然后继续追踪 桑勒和七大最强种之一的夜席绿卡翁正面交战 过程中虽然打出了多次暴击 但基本没有效果 最后依旧被压倒性的力量带走 并且得到了对方施加的诅咒 这是 什么鬼啊 突然出现的怪强制命中的诅咒 不能穿装备 之前的装备也直接爆掉了 还要干掉它才能解除诅咒 拜托那可是大boss啊 这才第四话 难道只能就一级无用只能单挑女武神 那这游戏不就是奋作吗 不行 我要冷静 多年玩奋作的经验告诉我 想要通关有三个要素 力量 训捷 技巧 额外攻击 不对 宽容的心 补取的精神 冷静的判断力 所幸的是 经过上一话和特殊怪的交手 三乐升到了28级 多了不少属性点 技能也成长了 这一次的加点 他选择了语录军斩 等等 耐久力6 那不就是一碰九色的脆皮吗 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很绝望啊 一共就四个可以装防具的部位 有两个还被诅咒封印了 等等 幸运65点 哦 原来如此 那个时候被大狼咬了一大口 都还剩一点血 一定就是因为我幸运够高 吧 喂喂 幸运还是有用的吧 我可是花了那么多的属性点啊 可要是真的有用的话 为什么我之间会刚好死在复活点 为什么一出新手区域 就遇到那种怪 为什么会被诅咒不能穿衣服 嘘 这游戏针对我 此时 天上掉下一个兔兔 精准命中三乐的本体 那是什么 天降之兔吗 只见这只不知从何而来的兔兔 朝着三乐招了招手 然后90度转弯离开 像是在带路 那是 宝石结晶虫 不对 那是第一化的知名兔 话说回来 这游戏的城里还会刷怪的吗 兔子在两边的墙上 灵活地弹跳前进 它的服装很特别 不像是一般的知名兔 难道说这游戏还有那种节日活动 玩家根据抓到的吉祥物的数量 可以换取朽道具之类的 很快 兔子来到了小巷的尽头 紧接着他对墙壁施法 原本灰白的墙上 闪耀出彩色的光芒 一道超越现实的门凭空浮现 然后他打开门走了进去 关门前还不忘回头 用那双卡子兰大眼睛引导三乐 仔细一看 在门上有两行文字 特殊剧情 来自兔子王国的邀请 据三乐所知 相近的主线剧情是开拓世界 除此以外 还存在一堆问号 不对 丰富的支线任务 其中有一类叫特殊剧情 其触发条件是未知的 相应的任务奖励也会更加的好 所以很多工会 为了寻找特殊剧情的触发条件 而明争暗斗 而出入游戏的三乐 却现在就遇到了 对此他表示 懂不懂65点幸运的含金亮啊 兔子王国 你的皇帝回来了 于是他迅速跟着进门 而门上似乎还有一行小字 推荐等级 在门的另一边 是充满了能让弗瑞控狂喜的 毛茸茸兔兔的兔子王国 而此刻的三乐 正位于能将整个王国的风景 尽收眼底的大树上 看着底下到处都是的知名兔 三乐不禁怀疑自己是捅了兔子窝 此时刚才带怒的兔兔终于开口 三乐先生 欢迎来到兔子王国 看到一直在旁边的兔兔 竟然会开口说话 三乐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吓得直接跳起了街舞 你知道吗 现在从王国的最南部到最北部 你应用单条夜袭绿开王的世界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DESWA 无上的情况之下 多次打出暴击 简直就是致命之魂的体现DESWA 太令人佩服了DESWA 可惜你选的对手不好啊 那为夜之帝王 可是连龙都可以咬下的最强肿 要不是身为拥有神代家伙的开拓者 你现在就没命了DESWA 我去这兔子话好多呀 我都快被对话框遮住了 还有还有 你身上的诅咒是夜之帝王 认可了你是合格的猎物的证明 看到日语烫酒的滔滔不绝的兔兔 三浪想起来诅咒的效果里 确实有这么一条 拥有诅咒的玩家 与NPC对话时 会得到额外的信息 这何止是额外的信息啊 直接多了一篇八百字作文啊 所以我们老大非常想和你见一面 然后就派我来迎接DESWA 到底是迎接我还是迎接DESWA 呃 恕我直言 该不会是因为我之前 不小心刷了50只致命兔 然后你们想报仇吧 等等听我狡辩一下 那个 我 他 呃 你 哎呀忘记说了 我叫埃莫尔DESWA 此刻的三勒甚至分不清 眼前的这只兔兔究竟是不是真的NPC 竟然还会查验观色 知道自己想问名字 接着 埃莫尔结识到 他们的老大非常大度 不会报这种仇 并且说到 虽然来过兔子王国的人类有很多 但三勒是第一个能进入兔子宫殿的 听到这里 三勒内心的那份 因为受到诅咒而产生的阴霾随风散去 感叨到这游戏果然是神作 致命的诅咒之后 就是决赞的奖励 突出一个高风险高收益 获福相依 爽的一匹 真是すごい 楽しい 然后埃莫尔带着三勒穿过走廊 来到了一间装饰特别的房间 老大 那位拥有致命之魂的人类来的 DESWA 哟 我一直在等你哦 你就是被那只小狗留下诅咒的家伙对吧 房间里坐着一只巨大兔兔 右手搭着右腿 嘴里吊着一根胡萝卜形状的烟斗 脸上的笑容让人不禁觉得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映然一副致命图一族的首领的模样 如何 有没有兴趣 在我们这里修行修行 视频制作实属不易 如果觉得做的可以 还请点赞收藏投币 这是我的更新动力 就让我们相约下期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